马斯克又把大名鼎鼎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和制压公司的CEO奥特曼给告了 马斯克说现在OpenAI已经变成了金主爸爸微软的小弟了 奥特曼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当初马斯克掏钱跟奥特曼一起成立这家OpenAI 是因为担心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 大家当初说好了的不为赚钱是要确保AI的发展汇集人类 所以未来会开源免费使用接受社会的监督防止AI威胁人类 因此OpenAI一开始是一家非引力机构 马斯克出的钱算捐赠 然后现在在起诉书里面 马斯克是气呼呼的说自己被骗了几千万美元 要求奥特曼把挣的钱吐出来 还要求程序开源 在2018年OpenAI就发布了GPT-1 那为什么现在马斯克才告他呢 因为GPT-3之前OpenAI并没有完全避原 但是到了GPT-4就不一样了 去年发布的GPT-4是完全封闭模型 没有发布原代码 而且OpenAI还把GPT-4独家授权给了微软 微软又把它嵌入了Office全家头 华尔街预计未来五年 微软将会因此而取得149亿美元的收入 有没有发现 现在只要OpenAI跟微软一有亲密的动作 马斯克就会在社交平台上冷嘲热讽 视频模型SORA一发布 马斯克就接连转发了几条OpenAI刚成历史的推文 点名OpenAI已经背弃了非引力性质 马斯克跟奥特曼的热恋是从2015年开始的 当时马斯克担心谷歌正在研究的AI会威胁人类 而且警告了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 说除非采取安全措施 AI系统可能会取代人类 使得我们的物种变得无关紧要 甚至灭绝 但是佩奇回应他说 这只是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还说马斯克是一种物种主义者 也就是说他偏爱人类物种 而不是智能机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马斯克出了钱 跟奥特曼创立了OpenAI 从名字Open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要开源 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而马斯克跟奥特曼的破裂 就是从2018年开始的 当时老马说 这个OpenAI已经被谷歌甩到后面去了 提出由他自己来掌控公司 但是却被奥特曼和其他的创始人给拒绝了 马斯克一怒之下就离开了公司 还取消了一大笔的捐赠 后来干脆还辞掉了联合主席的职位 到了19年 事情急转直下 OpenAI直接就成立了一家盈利子公司 开始融资了 微软怎么进去的呢 就是在OpenAI成立盈利子公司的那一年 微软给了低比的10亿美金 之后陆续投资了一共130亿美元 微软还帮助OpenAI组装立台AI超级计算机 用于开发ChapGPT 这台超算使用了数万个英伟达A100芯片 一个芯片就是几万美元 微软的投入很快就见到效果了 GPT快速的升级迭代 2020年的9月 OpenAI宣布将某些技术独家授权给微软 目前的微软占到了OpenAI49%的股份 在Sora发布之后 OpenAI的市值达到了800亿美元 微软的投入真的是太划算了 其实在去年的11月份 OpenAI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公斗 董事会罢免了奥特曼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奥特曼回归 董事会清洗 新加入的都是奥特曼的粉丝了 微软还获得了董事会观察员的席位 现在就连META首席AI科学家杨立坤都说 OpenAI已经偏离了非盈利道路 沦为了微软的合同研究机构了 马斯克和奥特曼现在是全球科技界最耀眼的明星 所以说这场官司真的可能会决定着人工智能未来的走向 虽然说难度很大 但是我们肯定希望马斯克赢 因为能让GPT开源 牛市来了 朋友们 不光是牛 还是疯牛呢 不过先别激动 这牛是不是咱们的 是日本的 真的跟疯了呀 你看看日经二五指数这个走势好了 今天三万点 已经涨到了33年以来最高的位置了 本来小日子又过得挺不错的 这回过得更好了 因为天天都是跳空高开然后高走啊 早上一起来账户里就多了比生活费 你说这小日子能不滋润吗 给我记得都面目全非了 咱们A股呢一直流行一种说法 叫做缺口理论 高开留下了个缺口 就得跌下去给补上 那你说日经这一天一个缺口的 立定跳远色的长法 对咱们A股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而匪夷所思的地方远不仅仅只有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 汇率 人民币只要一贬值 咱们A股就跟见了鬼一样的扑通往下跳 日元呢 人家是十年贬值了一倍 三年贬值了50% 三年前一美元能坏100日元 现在能坏138日元了 那你说日元贬值的这么狠 股市怎么还能涨呢 怎么他们就没人说资本外流的这个哨了呢 而汇率背后的利率同样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利息呢不到2% 而美国呢是5% 利差很大 所以呢专家们都说了 资金都跑到美帝呢去存钱了 咱们A股没人买了 但日本呢 他们的基准利率是负的呀 负0.1% 如果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不加钱 那储户不带没利息 还要倒贴银行钱 这个时候专家没有说了 日本坚持低利率 给市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可是这个时候 怎么就没人说去美帝那存钱的事了呢 你看人家巴菲特 不仅不把钱存在国内 还大笔买入日本五家商社 利用日本的低利息借钱去吃他们的高分红 想起来是不是挺不平衡的呀 再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虽然总说 10年前A股3000点 现在还是3000点 可是日本呢 说好听点 他们现在是创了1990年以来的新高 说难听点 近30年来 甚至近40年来 日本股市都是在原地踏步的 从这个市里 咱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那就是利率也好 汇率也好 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在基本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发挥作用的方向因素 而决定市场的基本变量是什么呢 肯定是经济增速 以及企业的盈利增长啊 那我们的经济从08年开始 就逐步的从高速增长 过渡到了中高速增长 这期间还受到了很多外界因素的扰动 所以呢 咱们一直都是在3000点 而日本经济40年前开始失速 进入到了失去的30年 经过长期休整之后呢 虽然没有恢复 但现在出现了像好的苗头 并且确实他们的股市估值比较便宜 所以在漫长的下跌之后呢 最近就开始了一段上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或许就是这么简单 那至于资本要不要流入的关键 其实还是在于市场中 有没有你值得流入的资产呢 但如果说要像日本那样 跌到足够的便宜才值得购买 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啊 需要等40年 感觉中国有两个东西是谁来了都没招 一个呢是中国足球 另一个就是大A股 大A现在逼到国家队又出手了 上个礼拜五不是有多支央企ETF的成交量显著放大吗 像央企科技ETF比前一天放量7.8倍 央企创新驱动ETF放量4倍 谁干的呢 之后呢 中国国薪控股发布公告 说是旗下的国薪投资买的 话说要不是国家队出手 可能上周五A股就又见到3000点了 说起来真奇怪哈 就人家的股市是涨涨跌跌 咱们的大A是涨涨跌跌跌跌 反正怎么都起步来 那针对这回的就是 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继鹏教授 认为 其实现在中央政府决心非常坚定 就是一定要把大盘拉起来 但是呢 其实利好也出了不少了 为啥决心这么坚定 但是市场就一直没有信心呢 刘继鹏是资本商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他喊了几十年的资本商改革了 但是A股一直是个不争气的吧 搞到刘继鹏现在的话风是 干脆劝股民先别入市了 等制度完成调整跟改变了以后再说 但是咱们已经有两亿散户加六亿基民了呀 估计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套结实了 就连胡锡进胡主编都被割了韭菜 人家几个月前 一边喊着对A股充满信心 一边买入的 但是老胡最新一次晒账户 是已经亏了两万七了 所以搞到老胡都说 我现在也不太敢表达 自己对于股市的长期走势有信心了 那么关于A股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在十月份的一次采访中 刘继鹏隶属了A股的高价发行 违规减持 一股独大等等各种问题 认为制度应该完善 现在咱们A股有5300多家上市公司了 数量世界第一 融资额世界第一 然后呢 大股东频繁的减持 投资人怎么才能挣得到钱呢 刘继鹏说散户才是A股的上帝啊 咱们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嘛 但是呢 当下的市场结构下市 交易所把上市公司当作服务对象 然后呢 经济学家马光源也说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 没有公司会抢着上市的 一家公司他要挣确钱的话 他首先想到的不会是到股市里去融资 因为股市融资这个事情是很贵的 但是在我们国家 居然上市是要排队的 只要上市就一下暴富了 所以很多的人 他上市是奔着圈钱去的 咱们都知道制度上有问题 不过呢 制度的完善 这得一步一步来 可现在的A股 你看的情况恐怕都得需要进ICU抢救了 所以怎么办呢 刘继鹏的建议是标本监制 干脆就先让央行凭准基金什么的入市吧 花上个三四万亿来买股市吧 最好把指数一下拉到四千点以上吧 因为A股上涨一千点 就可以带来二十五万亿居民的财富收入 那股市起来了 股民挣钱了 消费不就增加了吗 不就促进了实体经济了吗 这个链条在美国那样的成熟资本市场 国家是屡试不爽的 而且大国崛起 必须要金融科技双链条发展 双链竞争相辅相成 所以股市是一定要搞上去的 然后光砸钱也是保不住四五千点的 早晚还会下来 所以接下来还得赶紧抓紧时间完善制度 这个事就好比像是一个人生病了发高烧 你要救他的命 先要降温赢得时间 数据搞错了吗 财政部公布 一到四月份国企利润同比增长15% 统计局公布一到四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滑百分之二十点六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怎么会有南辕北辙的两种结果呢 数据自然没有出错 要怪就只能怪大型国企 太强了 咱们先看一下统计样本好了 财政部统计的呢 是剔除掉金融业以外的国资企业 统计局统计的是全国所有的工业企业 那么在样本上 统计局的这个范围肯定是远远大于财政部的统计范围嘛 那这就决定了那些巨无霸国企们 对于财政部数据的影响力 会远远高于对于统计局数据的影响 具体高到什么程度呢 财政部数据说一到四月份 国企利润总额是1.44万亿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家巨无霸企业 一季度的财报好了 中烟草依旧的利润是预计超过3500亿了 两桶油加起来600亿 茅台200亿 移动近300亿 那么神华建筑建加起来500亿 这才几家企业呀 加起来利润已经超过5000亿了 而这还只是一季度的 如果再加上四月份的 就这几家就快赶上财政部公布利润的一半了 国企业绩好不好几乎取决于20家巨无霸 但是统计局统计的这个工业企业的样本非常的大 这些巨无霸就没有办法决定整个数据了 那有朋友可能还会有疑惑 统计局数据里提到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79.8亿元 同比怎么也是下降的17.9%呢 这是不是感觉也像错了呢 这个区别在于国企跟国有控股企业也是不一样的 国企的意思是公司所有权属于国家 国有控股的意思是 国家对于公司的决策有绝对的表决权 国企分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很容易就搞混了 但是呢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数据 再次印证了什么是最好的商业模式 正像巴菲特总结的那样 他喜欢简单 可持续 成瘾性 以及无法被对手取代的市场地位 就算公司换了个老板 都能运转的很好的商业模式 即便是潮水退去 都有人还能够在水桶里面打雨 都快被美国卷死的全球资本市场 终于是可以从ICU里面出来了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啊 美联储事实上就扮演着全球央行的角色 他一加息 美元就从世界各地回老家 搞到全球的经济都难受 所以市场一直在密切关注 美联储什么时候会停止加息 而昨天晚上 美国CPI数据出现了超预期的下降 再加上之前公布的就业数据 PMI数据都是不及预期的 这说明 美国一直量不下去的经济 已经出现了疲软的信号 12月 美联储几乎不可能加息了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轮从2022年3月份开始的加息周期 也要结束了 摩根世代力就预测 美联储会在明年的6月份开始降息 每一次降25个基点 等到2025年底的时候 那利率会降到2.375% 而昨天晚上 美国CPI数据公布的那一瞬间 美元掉头向下 人民币急拉 今天已经升到了7.25了 A股港股今天也都是以上涨而暴收 那对于咱们中国来说 我们终于不用再在保增长和保汇率之间 做单选了 之前美国不停的在加息 美元强势 人民币就被压制 那如果我们还要降息刺激经济的话 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 人民币贬值 国际资本加速往外跑 股市撑不住不说 实体经济也会失险 那保增长肯定就难以实现 所以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政策来看 角色层是选择了保汇率 但是现在人民币终于有底气了 在未来我们通过降准降息来增加流动性 刺激经济的空间就可以打开了 现在多家机构预测四季度会降准 有乐观的机构甚至认为降准降息可能都很快就会来 在未来我们的货币政策终于可以逐渐摆脱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专注于对于自身经济的相机抉择 那这个事对普通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啊 7亿的机密们可以稍微打起点精神来了 因为货币宽松带来的流动性改善 股票市场至少可以期待一下估值修复的行情 其次对于2亿的股民来说 可以重点关注那些外资喜欢的蓝筹白马类的股票 人民币类似的升值都会引发外资流入 而外资向来就喜欢这类的股票 另外呢 美国停止加息之后呢 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会开始逐步的复苏 当他们的购买力恢复之后 对于我们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 出口占到我国经济体量的五分之一 出口的改善会有利于就业和收入 这也能够从更加长远的角度 带动我们的经济复苏 总之现在的情况是 外部的那些不利因素正在逐渐的减少 而钱也会变多变便宜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各项政策 能否慢慢的起效了 希望好日子能早点到来